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恐怖片偷袭 地图王是一位出租车司机 无亲无故 出租车就是他的家 敬业爱港则人心强 拉伙从来不跳飞减手 脑子机灵胆大心细 甭管是城市的鸡脚盖拉 还是荒郊野外的不祥之地 就没有他不敢去 而且到的时候 地图上有的没有的地儿他都不请 就算导航找不着北 他也迷不了方向 同行们都亲切的称他为地图王或导航 一天晚上 电台里有位出租车司机打电话 说有一位客人要去日月村 可呼叫了半天 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 最后这位司机只好向地图王瞅如 地图王说了半天 那位司机也没听明白 最后干脆把这段活转让给了地图王 本来地图王是不愿意去的 可那位客人开出了一个 让他无法拒绝的假计 人为财死鸟为失望 地图王咬了咬后槽牙打一网 要去日月村的客人自称小马 开着一辆客户两样车 车上拉的什么不知道 反正是神秘兮兮 地图王在前面带路 小马开着车在后面跟着 两人一前以后出发了 走了一会儿之后 两人开始通过电台前聊 地图王问小马拉的什么货 小马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说实话 通过两人的对话我们得知 地图王多年前曾去过日月村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发誓永远不再去那个地方 这次之所以能去 也是看在钱的面子 日月村有个春雷饭店 但三十年前的一场大火 把这个饭店给复制一句了 接下来地图王给小马 讲了一个关于春雷饭店的鬼故事 大概在三十年前 春雷饭店的老板去世之前 把饭店交给了自己的大女儿阿芳 把养鸡厂交给了小女儿阿莲 大女儿阿芳的命不太好 儿子小朗刚刚五岁 老公就嫁何西游了 说有这么一天 饭店里来了四个特殊的客人 这四位都是恶贯满盈的劫匪 刚刚抢劫了一票 跟警察火拼之后逃到这里 他们随身携带着一个旧皮箱 你们装的全是抢来的金条和线条 这四位阿芳可柔气 只好老老实实的给他们做了一顿饭 他们之所以能摸到这个地方 是因为负责开车的陈强 认为这个地方偏僻 警察绝对不可能找得到 这个叫陈强的喝了几杯酒之后 开始对阿芳有想法 这孙子趁着阿芳哄孩子的时候 摸到了楼上 把阿芳强行给闷得命 同伙小胡子瞎溜达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了阿芳老公的牌位 也目睹了陈强的寿星 就在这四位打牌的时候 阿芳带着儿子小朗开始点蜡补 担心老公回来的时候认不清陆 所以在陆两边点上了很多的蜡烛 当听说今天晚上是阿芳老公的回魂夜 做了灰心事的陈强可吓得不清了 劫匪高访客自称有阴阳阳 经常能看到不干净的东西 这引起了其他几个人的兴趣 高访客说如果这个鬼魂没有怨气 那么跟正常人一样 如果有那就麻烦他 把陈强听得是心惊肉跳冷汗之冒 当时间来到凌晨一点的时候 高访客说他老公的鬼魂可是回来了 别吭气别胡乱看 把这位哥惹毛了咱全部的领和喊 阿芳老公的鬼魂跟老婆儿子亲热了一会儿之后 悄悄的来到了陈强的身后 高访客一看就吓出了一身的呗毛汗 当得知陈强侵犯了阿芳 可把老大给气坏了 当场就把枪给逃出来 老大虽然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但在生活作风上从来没出过问题 陈强一看是恼羞承诺 叮了光当就开了枪了 然后这四位开始疯狂的对射 阿芳老公的鬼魂握住陈强持枪的时候 把陈强的作案工具给销毁了 紧接着饭店里燃起了大火 把这四位全给烧死 对于地图王讲的这个故事 小马根本就不信 由于两人在一小饭馆吃饭的时候 地图王的车胎被一帮熊孩子给扎烂了 因此他只好坐着小马的车继续赶路 途中小马下去撒尿的时候 好奇的地图王打算看看小马到底落的什么 可折腾了万天也没看清 而且还被小马给发现了 不过小马并没有责外地图王 反而给地图王讲了另外一个版本的 关于春雷饭店的故事 小马说你讲的那个是故事 我讲的这个可是真相 小马讲的这个版本 时间地点人物跟地图王讲的没什么区别 不同的是人物关系和故事内容也贴出入 四个劫匪来到春雷饭店之后 老大的伤势明显比地图王那个版本严重得多 双眼蒙着纱布什么也看不清 那只装满了现钞和金条的旧皮箱 牢牢地拴在他的手腕上 他们之所以会来到这儿 跟之前的版本是一样的 还是陈强开着车过来 小胡子和陈强进屋之后非常的警惕 小胡子来到二楼查看情况 不仅看到了孩子躺了床 也看到了阿芳老公的牌位 这四位虽然是一个团伙 但自打钱财到手之后 相互便开始不信任 就在这个时候 阿芳神气般的出现了 跟地图王的版本不同的是 老公死了之后 带着儿子小朗的阿芳 为了养家活口 被迫干起了皮肉生意 这个阿芳可比上个阿芳的脾气大得多 虽然这几位手里有枪 但他一点都不害怕 一言不合就动手 大嘴巴抽的啪啪的 在给老大煮面的时候 阿芳悄悄的往里面下了毒 当通过小胡子了解到 皮箱里的强物之后 阿芳心里又说了 原来陈强之所以把车开到春林饭店 是因为他跟阿芳是老乡 两人经过密谋 打算杀人灭口把钱财据为己有 老大吃了阿芳煮的毒面条 很快就开始上涂下界了 高仿科一看就意识到 今儿晚上肯定要有一场恶战 就在这个时候 陈强和阿芳斗手了 两人首先把偷窥的小胡子干掉 中了毒的老大由于眼睛看不见 拿着枪到处乱射 差点把高仿科给毙了 高仿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冲着老大就是一枪 接下来到了火拼的阶段 很快高仿科和老大全都被干掉了 陈强和阿芳一把火烧了饭店 然后带着钱撒子聊了 本来阿芳想带着儿子一起走 但是被陈强也拦住了 陈强说咱俩亡命天涯 万一出了事孩子怎么办 阿芳觉得陈强的话挺在理 于是把儿子小朗 托付给了自己的妹妹阿莲 陈强和阿芳没过多久 就被警察给抓了 陈强为了替阿芳脱罪 把所有的事都自己扛了 最终陈强被判了死刑 阿芳则被判了30年的徒刑 阿芳走之前 给妹妹阿莲的黄金也被冲锋 阿莲的老公一怒之下 带着阿芳的儿子小朗 出去做乞丐要求 小朗就这么跟着姨父 一天天的长大 终于有那么一天 小朗干掉姨父 一个人闯世界去 这个小朗不是别人 正是开出租车的地图王 小马把车开到村口 让地图王帮自己 把货给送过去 地图王打开后车厢 看到他妈咪和阿芳 正坐在车里 30年过去了 阿芳还是那么的年轻 地图王背着自己的妈咪 往春雷饭店走 虽然他5岁就跟妈咪分开 但在他的记忆中 妈妈永远是自己的守护天使 春雷饭店事件的真相 是他不愿意去面对的 当然他更不愿意面对的是 妈妈的职业 还有和陈强的关系 他宁愿杜撰一个 气美的故事来欺骗自己 走到春雷饭店门口的时候 地图王看到路两边 摆满了蜡烛 地图王的小姨阿莲走了过来 阿莲说 阿芳一周前因病死在了监狱里 今天是他的头妻啊 作为专门负责 头妻还魂的地狱使者 小马今年已经729岁 做这一行已经70多年了 为了能更好地替客户服务 他仍然在不断地学习 不仅要让使者 毫无遗憾地离开 同时也要让在世的亲人 能够解开心结 经历了这么多 地图王一改过去的颓废 开始主动拥抱圣皇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生老病死是威律 总要有人献力去 今生有缘在一起 来世我们再相聚